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随着篮网,在主场,以134,比126,击败步行者,篮网本赛季的常规赛征程结束了,锁定了东部第七的篮网,将通过附加赛,去争夺季后赛席位。 在本赛季常规赛里,杜兰特,场均拿到29,加7加6的数据,在一项生涯数据上,正式完成了,对篮球之神,迈克尔乔丹等人的超越,独占NBA历史第二位。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,在北赛季开始前,篮网,是最大的夺冠热门,在赛季开始前的总经理调查中,关于北赛季的总冠军归属的预测中,篮网获得了全联盟所有球队中,遥遥领先的,72%的选票,而类免冠军熊鹿,仅有10%的得票率,但是,如今,篮网还要依靠附加赛,去争夺季后赛门票,确实有些等次。 不过,约胡人早早的失去附加赛资格不同的是,篮网晋级季后赛的可能性,还是极大的,毕竟面对骑士,老鹰,和黄蜂,三支其他的附加赛球队的时候,篮网不太可能连输两场。 篮网本赛季的常规赛表现,远远低于预期,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,但是,有过毁灭性伤病的,凯恩杜兰特的表现,还是可圈可点的。 杜兰特在本赛季的55场常规赛里,以51.8%的投篮命中率,和38.3%的三分球命中率,场均得到29.9分7.4个篮板,6.4次助攻,0.9次抢断0.9个盖冒的数据,场均得。